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出你真正的性格是什么 有一个主题统决测验 是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莫瑞于1935年发明的 通过扫描图像激发测试者投射出内心的幻想和精神活动 无意中成为呈现测试者内心和自我的X光片 下面这个测试就是利用TAT的原理 尽得内心X光测试 请凭第一感觉回答问题 并拿纸记下自己的选项 几分法 A级一分 B级二分 C级三分 七体累计相加 测试开始 一 途中的女人为何掩面 她的情绪是怎样的 轻轻解释 一个女人在门外掩面而起 屋内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A 悲伤 女人发现丈夫的婚外情 B 忧虑 丈夫酒醉在床上 C 关心 丈夫重病躺在床上 可能即将死去 床上女子状态怎样 轻轻解释 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一只手臂垂着床眼 一个人背罪着她 掩着面 A 身患重病 B 沉睡 C 已死去 三 途中太领结的男子 是女子的什么人 请经解释 有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一个秃顶男人 扳着腰从窗缝看向屋内 第二幅是一个女人 投靠在男人胸前 仰面看着男人 男人也低头看着她 A 秘密情人 B 老板或者顶头上司 C 可以帮助她的有权有势的人 四 途中老夫人的眼神 流露出怎样的情绪 清清解释 一个中年妇女 面朝前方面无表情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一脸凝重 拖着下巴 眼神古怪在中年妇女背后 A 邪恶 她们之间可能隐藏着冲突 B 同情 C 焦虑 关心 5 途中的女子正在打开房门 她打算做什么 请经解释 一个女子刚打开房门 还没进房 坦出半个身子 房间里有一只插花 一只闹钟 一把椅子 还有一面可能是镜子 A 男友的房间 她一直很想看看房间里的布局陈设 B 下班 刚刚回家 C 拿东西 然后回厨房做饭 6 图中这个人物打扮成这样是为什么 请经解释 图中的人物打扮得很怪 很抽象 描绘不出是什么样子 A 打扮成别人认不出来的样子 去袭击仇人 B 抢劫商店 C 参加万成级假面舞会 7 图中这个女子化妆是为什么 请经解释 图中有位女子坐在镜前化妆 但看不到她的正面 A 遮掩已经帅了的面貌 并希望能够挽救婚姻危机 B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见大客户 C 去和男朋友约会 大家都记好自己的选项了吗 来对照积分法计算一下自己有几分吧 A级一分 B级二分 C级三分 七体累积降加 性格揭晓 如果你是七分至十一分 你非常善于隐藏自己 没人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同时你防御心理一较强 对事物怀着消极的态度 不愿意轻易相信别人 大多时候 宁愿自己独处 也不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 延续你的魅力在于神秘吧 很多人都想接近你 但你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感始终存在 你只有摆正对生活的态度 才能过上正常的快乐生活 朋友的建议对你的影响很大 你需要对这些建议进行过滤 有选择的采用 不要被这些建议搞得焦头烂额 如果你是十二分之十六分 能想到就能做到 恐怕是你的人生信条 你属于现实主义者 浪漫主义素材非常淡薄 对金钱有一定的执着心 头脑清晰 有很强的独创能力 踏实 勤奋 是你的一贯风格 但缺乏挑战新事物的勇气 对人情事故不太清通 再加上你平时比较少言 给人感觉比较冷漠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融入到团体中 建议不要反噬都顾及眼前 要学会规划人生 过分谨慎 也会错过很多机会 如果你是实习至二十一分 你性格开老 乐观 平易近人 和朋友交往中 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照相 另外善于在公众面前提升自己的形象 因此深受大家的信任 在群体中是个受欢迎的中心人物 你做事很谨慎 前功有礼 即使再棘手的事情 也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诚信是你重要的处事原则 你具有压抑自己为别人着想的品质 不过此类型的人 难以做出特别大的成就 建议适当学会拒绝 会让你更快乐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